Hello,大家好,我是阿九 Hello,大家好,我是老蔡 欢迎来到我们的韭菜格子频道 好了,那上次呢,我给大家简单的开箱了我最近刚刚入手的RODE Wireless GO白色的版本 那之前呢,老蔡也买过黑色的 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呢,就是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两款同款产品不同颜色有什么不一样 现在一口气,因为大家肯定会想你们都已经有了一个,为什么还买一个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首先当然是就是我们有这个实际的需求 就是因为我们两个人因为有时候都要出镜啊 那有时候环境的杂音会比较多 用这个无线麦克风呢,会效果,收音效果会比较好 那所以我们就一直有打算入手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价格的原因了 就618嘛,有活动嘛 那我们 阿九义无反顾,就入了一个 看都没看 结果就是因为义无反顾,就搞错了 因为像我来说,我也觉得黑色的会比较好看 但结果呢,因为种种原因 非常悲伤的,就入了一款自己并不是特别想要的白色版本 但是呢,反过来讲,就是也有好处了 那至于好处什么,等一下就跟大家再讲 对不对?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款设备,它只能用 wireless go 对对对对 那所以因为我们必须做到两个人收声的话 那必须要有两套 wireless go 才可以 是的 那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设备 好的 好 那我们先给大家展示一下 先就是一些配件和主机上有什么不同 给大家先看一下 就包里拆开来的话 两只拆开来里面东西是 对 数量是一样的 对,没有错 是不是 包括里面的是包的颜色,也都是黑色的 它如果是白色,我会自闭的红啊 会很丑耶 然后呢 它自带的线 这是它自带的线 3.5毫米音频线 对 这两根线也是同样是红黑的 对 不管是白色版还是黑色版,两根线是一样的 对 好 那我们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对 唯一不同的就是在这包装里面 这两样东西是两个黑白款是不同的 对 但其实我上次开箱的时候发现 我跟老蔡买的就是 就是那个包装的样子不一样 对 包装拆开来里面的包装的结构不一样 老蔡的比较精致 对 我拆应该是一款是新款,一款是老款 对 好 你们先拆开来 诶 诶 我抽到的是白色的 哦 这是两个防风啊 对 两个 白色是白色的 黑色是黑色的 对 诶诶 我怎么抽到一个白色盔 当然是我放的了 哈哈哈 对 对 因为我们有一个约定 谁穿浅色衣服 谁就用白色的 好了 我们拿出来设备了 对 这个就是 我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买的黑色的 嗯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两款 这两款 就是在哪怕标志啊 哪怕开孔啊 所有的结构上面都是一模一样的 嗯 就是所有的基本上都一样 嗯 然后我们打开看一下吧 对 我们看界面是不是一样 OK 长按 长按 然后这个灯闪了 这个屏幕亮了就好了 嗯 我们就 这个给你 我来比一下屏幕 OK 给大家镜头面前展示 嗯 好了 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屏幕 屏幕也是一模一样 上面的显示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一个音量条 一个两个电源 还有一个蓝牙蓝牙信号 是一模一样的 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感觉 我这款白色就是有点lowlow的 我觉得他这个按键做成黑色的有点丑 对啊 应该真的有点丑 就是明显明显就黑色的会比较酷 对 其实他应该这个按键是白的 然后里面的字是黑的 黑的会比较好看 对 非常伤感 好了 那就是盒子里面的黑白款的唯一区别就是 机器 机器 颜色不一样 毛毛 毛毛不一样 颜色不一样 然后其他所有东西 包括送的数据线啊 包括送的 送的其他的一些小辅件 颜色形状都是一模一样的 对对对 嗯 没什么差了 没什么差 但是我这块明显就是收到的时候电量基本就没有了 对 可能就是放的比较久了 放的比较久 所以我怀疑是老款 因为淘宝618为了清库存 有两套 一套黑的套白就这点好 一个呢就是搭配衣服 我们可以有的挑了 另外一点就是 这样我们就知道哪一支接收器是否正常工作 嗯 那这样就是两套东西 两个人用 就这样很明确的可以区分出来 嗯 那然后我们装上 看一下 好的 好吧 然后先装自己的 发射器 发射器 就夹在领口 好了 然后我们来装接收器 接收器 接收器呢 你为什么要交叉 这样显得比较帅 对 还有一个就是这样黑白霜霜 我觉得 其实都是自我安慰 对 这样就装好了 这样就是两套都装在一起了 然后呢 我再说一下 就是这根线 嗯 我们发现 INSTA 360 它不需要 就是不需要加混音器 其实也可以 我们只要配一根 一分二的线就可以了 嗯 那这样两套的声音就可以同时 同时收进去 是一个音轨吗 对 那这个只能是作为一个音轨收 所以不能分成两个音轨 但是对于我们做户外团标来说 这样是已经是够了 嗯 嗯 这个反正大家网上也可以买到 3.5的1分1分2的音频线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其实就非常适合两个人出去 或者说你是两个人出镜的都很好用 嗯 嗯 然后说实在话 其实你在室内如果也要这样用也是可以的 就是对谈的那种 对对对 如果有访谈类节目啊什么 就是这样两套设备就这样就可以用了 好吧这样看还是稍微顺眼一点 这样看是不是 Insta360王啊 是不是就帅多了 那老蔡这个线它不能固定会不会有声音啊 这个没事 因为它的收音已经是通过这两只 这两只在收了 所以它这里面 你这些现在碰撞就不会有声音 对对对 所以我还要再吐槽一下 就原先我们不架这个的时候 包括你手在转这根杆这声音啊 设备的自在麦克风都能够收进去 就是握在这个上面的金属部分 它就会收进去 就是我每次换手 我在拍手两只换手 自带的麦克风都会能把声音收进去 所以现在我还是觉得我们以后 都用这个Wireless Go来拍 那这样会比较好 声音会比较清楚 大家请在我们以后的视频里面 确认一下音质是不是更好了呢 好 那我们今天的简单的一个对比视频 就先到此结束啦 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记得点赞转发关注韭菜玩具哦 那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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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